這個套路我們不會掀下白雪 白雪我們後面才會下 因為我們有帶了解析卡的二號技能 法術迴避其實可以讓你的解析卡根本不會死 有沒有解析卡下一天抽呢 他幾乎閃掉了將近三發四發 喔第五發的法術傷害了 真的很猛啊 猛猛的啊 真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我們的第五章 不是先賭尾塊的平民作業項低配視頻喔 那之前國際服的第五章通關項的影片 我們全部都把它整理在這個播放清單裡面喔 請大家大力的查閱 每一關薩克至少都嘗試了二到三十次以上 都是非常穩而且很平民的套路 基本上照著薩克的白髮擺 絕對會通關 絕對不會翻車喔 除非你練度不夠高 OK真的就是除非你練度不夠高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很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都是些低配好玩的打法 歡迎各位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有個用推進之王 打通所有高進度關卡的副頻道喔 如果你喜歡推進之王 那這個頻道會對你非常的有幫助喔 好 有進於上次國際服的作業項影片呢 有人在影片留言下面告訴薩克說 欸薩克你都介紹一些國際服有的東西 但台服並沒有啊 那你可不可以拍一個就是 現有台服有的角色的通關視頻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OK5-2 5-4 5-5 薩克我記得好像都有介紹新的玩具 就是台服沒有新玩具 那薩克保證這幾關呢 我都會再拍一次 那基本上配法跟思路 會跟國際服差不多 但是我會做一點更改 所以大家還是會看到新的玩具喔 大家還是 還是可以在薩克的影片當中 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OK那就讓我們先從5-2開始吧 那5-2上次的影片呢 我是介紹梅這個角色 梅是個很厲害的四星 單體狙擊 而且控場能力非常的強 阿梅 第二個阿梅 對第二個阿梅如果出了 拜託各位 也要練喔 很厲害喔 好這一關呢 我們把梅的地位換成了傑西卡 傑西卡在這關也超強 對 至於多強呢 待會在影片中表現給各位看 還有第5章呢 我帶上了第5章 我認為很厲害 很MVP的角色 雙葉 雙葉在這關也有他的用途在 表現給各位看好不好 雙葉真的很厲害喔 至於呢帶了阿霄 阿霄要怎麼弄呢 不要擔心 阿霄也有他的用途在了 好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的開場一樣呢 我們先下來清道夫 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清道夫跟遜死 這兩個四星的先鋒 都很好用 所以薩克在台補 都有練 一個防禦力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攻擊力很高 其實我覺得都很好用啦 真的都很好用 這遊戲沒有廢角 這個遊戲也沒有任何角色 是誰的上下位的問題 每個人用途都不一樣 每個人用途都不一樣 擅長的位置 擅長的特性也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很難做比較 真的 傑西卡放在這個地方 帶2號技能 2號技能的75% 物理回避 法術回避 有多猛 第5章真的是猛到翻掉 特戰術師的法術 雙雙閃給你看 之後把你的單體補師 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才可以完美的發揮清道夫 提升面板素質的天賦 之後呢 把口扣打到放在這邊 不要把補師放在 暗塞爾下面 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會讓清道夫 沒有辦法發揮他的天賦 之後呢 把米格魯補在這個地方 因為上面會出敵人 用米格魯把他卡住 這個套路呢 我們不會先下白雪 白雪我們後面才會下 因為我們有帶了傑西卡的2號技能 法術迴避其實可以讓你的傑西卡根本不會死 好我們幫傑西卡下淹 把雙葉放在這個地方 雙葉的位置 可以掩護到米格魯上面呢 也可以打到前面 雙葉這個角色呢 在金二之後呢 他會變成全遊戲中攻擊範圍最廣最大的遠程近衛 非常的厲害喔 這隻角色的牽制能力真的很好 推薦各位啦 這隻角色可以金二 這隻角色金二之後會變得很厲害 有沒有 傑西卡下淹之後呢 他幾乎閃掉了將近三發四發 第五發的法術傷害 真的很猛啊 猛猛的啊 真的 好這邊我們下 阿霄 對阿霄 對 阿霄呢有帶魔抗 所以呢其實阿霄在對抗 這種法術敵人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 而且阿霄在這一關可以把人家推走 可以把人家推走 其實也蠻厲害的 有沒有推走 好清刀副可以抽退掉用不掉 換上我們白雪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把人家推走 擺得到 無視 反正 然後把人家推走 把人家推走 把人家推走 解析卡 解析卡帶了二號技能之後 就是完美站到這邊 完全不會死 一直站著 看到特戰術是過來 你就開技能就對了 你就開技能就對了 超猛 前面這邊基本上就是來送的啦,完全不用理他了 推掉了 推掉之後呢,可以讓你的白雪再多打幾次 很厲害的 當然啦,你也可以把雙葉放在 你也可以把阿笑的位置跟現在舌頭巷的位置對掉 其實步陣很自由啦,就是看思路而已 其實這個遊戲主要就是玩角色搭配而已,真的 推,有沒有,推掉了,讓他們就衝不過來了 好,開啟雙葉的技能 大幅的緩速敵人,而且有機率把敵人動住 很厲害 雙葉在第五章五之十,真的表現非常優秀 詳情的話,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那個 五之十的通關視頻 開啟米格魯的技能 開啟鬼鬼的技能 好,之後可以把米格魯抽退掉了 如果你怕你的前線死掉的話嘛 你可以在這邊補一隻補師 基本上其實五之二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五之二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基本上照著薩克這樣子的白髮就可以贏了 其實這是第二種白髮 就是配合雙葉 配合雙葉的一種白髮 配合雙葉跟阿笑的一種白髮 那如果你想看就是 不要有這麼多spatial角色的白髮的話 對不對 你其實也可以把阿笑換成第二隻重裝 然後你可以把補師換成更厲害的補師 對,其實套路就是這樣子 這一關的套路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快升我們下部影片